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当她走到旧S308县与长长高速公路交汇处的桥敦附近时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却令她惊呆了 事发突然 钟女士本能地护住了脖子 却被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撤走了 就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个骑车的男子已经扬城而去 直到骑车男子消失在视野中 钟女士依然没有反应过来 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怎么也想不到 光天化日之下 一个脸上毫无遮挡的人 会如此明目张胆地实施响节 像我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就是被抢了之后就是想追回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就不想报啊 后来我的那些同事就建议我报一下好一点 在同事和朋友的劝述下 直到晚上八点 钟女士打通了110的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值班民警火速赶到了现场 案发地点位于益阳市区的S308省道 与长长高速公路桥交汇处 这个区域居民较少 小路较多 网东延伸只有一些工厂 和几家汽车4S店 新旧S308能够朝鲜路段的 均属那个郊区一带 就是说成交结合部 案发时间段虽然是白天 但是犯罪嫌疑人选择在了 人少车少时作案 并且狡猾地选择了旧S308路段 仅有的一段视频盲区作案后 迅速逃离现场 所以破案的难度很大 就在警方急于寻找破案线索时 易阳市赫山公安分局机警室的电话 开始不停地响起 陆续接到独名受害者报警 同样是遭到一台蓝色的无牌 蓝色摩托车实施飞车抢夺 外人都是单身的女性 我坐在地灯车后面抢的 我们是骑着电瓶车 慢慢慢慢地骑在路旁边 突然之间后面来的人 我们是熟人 风狂劫匪频频作案 降级者究竟是谁 大海捞针法网归灰 法案迷警又如何寻找破案线索 日光下的飞车贼 平安365正在播出 24小时 13起飞车抢夺案 如此密集的作案频率 这无疑给赫山警方带来了巨大压力 都是白天 受害人向我们报案 在我们石州路 还有S308 被抢夺黄金项链 反应的特征都是一台摩托车 一个人 受害者都是女性 要么是自己骑摩托车 骑女士电动车 要么就是搭乘摩托车 或者搭乘女士电动车 2015年1月以来 一阳市增添了很多的监控设施 赫山城区街头犯罪明显减少 然而进入4月以来 飞车抢夺案件 在短短两天之内连续发生了14起 一时间街头向北议论纷纷 人心惶惶 经过案情分析 警方初步判断 近期发生的飞车抢夺案件 军系一名男子 其一辆五排蓝色男士两轮摩托车 作案 现在一节有一段是盲区 只有那个社会视频 就是说那些4S店的视频 这10来7案子的视频 收集到段的话 至少有上百段 如何从这100多段监控视频 以及庞杂的社会车辆当中 辨别出嫌疑车辆呢 他那个嫌疑车辆逃跑的时候 肯定就是比一般的车速快 然后他那个车辆 特征 那种蓝色的摩托车 就是说 虽然说 就是路上也有 但是并不多 以红色的为主 所以说我们盯蓝色的看 发现了有一台这样的 无牌的 但是看不太清楚的 一个蓝色摩托车 也是做白色上衣 从山桥过来了 只见画面中出现了一名 骑着蓝色男士两轮摩托车的男子踪影 随后多个监控画面 拍摄到了 嫌疑人尾随跟踪受害人的画面 驾车人很有可能就是 强劫中女士和其他受害者的嫌疑人 那么如何找到驾车人呢 最终民警通过城市视频夹合的抓拍系统 确定犯罪行人藏匿在滋阳区长春镇一带 为了尽快找到更多线索 专案组民警兵分三路 调查邹方组针对滋阳区马良一带 开展阵地控制调查邹方 巡逻蹲守组负责在棋牌娱乐室 娱乐休闲场所等地点 蹲守等候 视频真控组 紧盯所有城市视频卡口监控 终于在5月11日 一名叫邓平飞的男子 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他就是在路面上 在路面上闲转 闲逛 在物色目标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 所及的摩托车机动性比较大 便于逃跑 一旦失手 很难抓不到案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只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暗中跟踪观察 从石浙路沿线 跟到了他那个 新界S308 到了S308以后 因为分叉路比较多 然后我们驾驶的机动车 比较明显 怕他发现以后 就及时做出了调整 然后又守到了南七路口这边 最后就跟到桥北那边 就在办案民警紧跟起后 来到位于易阳市老城区的桥北市 嫌疑人和他的蓝色摩托车 却突然消失在了人群中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负责视频监控的民警 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从那个视频里面 发现他最后 视频的最后出现的地点 就在那一块 然后下一个路口 就找不到他了 我们估计就在那一块 就在那两个点之间 易阳市的桥北 居民较多 人流量大 插路口也相对较多 嫌疑人是否就居住在这个区域呢 法案民警立即对这个区域进行了摸牌 由于犯罪嫌疑人 作案比较频繁 详细的数额较大 如果说变卖成现金的话 普通人在短时间内的正常花销 根本不需要用到如此多的现金 因此警方大胆地推测 犯罪嫌疑人 极有可能有赌博之类的不良嗜好 根据这个推测 我们就到桥北那一带那些 它消失在视频里的那一块 找那些娱乐室 那些打牌的地方 都去摸牌了 法案民警重点走访了娱乐室 棋牌室 并通过线人寄进摸牌 很快在一家棋牌室附近 犯罪嫌疑人出现在了 敦守民警的事件中 当时大家都比较兴奋 那个心脏就突然一崩了 终于要收完了 我们要基本上分成两组 就是每三个人一组 因为这个协议人 他这个身体比较强壮 他很有可能使用这个凶器 五月十二日十一持续 经过二十四小时连续蹲守 民警将其成功抓获 被想象链是否能够追回 一家之主原和沉迷赌博 一世邪念 灰恨终生 日光下的飞车贼 平安365正在播出 邓平飞在被抓现场 很痛快地交代了 多次抢劫的犯罪事实 然而回到公安局后的 身讯工作却并不顺利 面对民警的讯本 邓平飞开始矢口否认 基本上每个案子 我们都收集的监控 包括他案发地的 然后根据他的案发地 然后往前推 往后推 我们基本上都 所有的路段 包括他逃跑的路线 在证据面前 邓平飞的尸口否认 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类抢劫案件 最重要的是把脏物追回来 减少受害者的损失 邓平飞不交代项链的去向 民警又该如何寻找 嚣张渠道呢 为了尽快追回群众损失 民警连夜开展追赃工作 在犯罪嫌人邓平飞的住处 发现赃款两万余元 在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邓平飞 对多起飞车抢劫案件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邓平飞一家居住在桥北 两个女儿还都在读书 但她和妻子却都没有固定工作 这样的家庭条件 作为父亲 原本应该更加努力挣钱 供孩子读书 但邓平飞却因为沉迷赌博 债务缠身 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迅速获得钱财 邓平飞不惜铤而走险 疯狂作案 2015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期间 邓平飞利用一台无牌蓝色本田摩托车 在赫山区石州路沿线 及新旧S308公路龙光乔镇路段 实施抢夺他人黄金项链案件17起 得手后 邓平飞将抢来的脏物悉数变卖 用于归还债务和继续赌博 说到他还在上学的孩子 邓平飞显得焦虑不安起来 他害怕孩子接受不了 有一个犯了罪的夫妻 更害怕他的孩子会被别人瞧不起 目前犯罪嫌人邓平飞 被移交至当地检察机关等待审判 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邓平飞抢劫17起 他频繁得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犯罪目标呢 犯罪嫌人邓平飞 实施抢劫的路段 一般都比较偏僻 并且专挑女性下手 由于邓平飞选择在白天作案 行人一般都比较放松警惕 因此容易得手 晚上不看见 有机会就告一 有行李对吗 有时候开车 有时候穷 就是这种 而类似的飞车抢夺案 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 2015年1月 云南省宗明市寒荣公安分局 频频接到有人被抢劫的报警 抢劫的地点都在 盘龙川金路和博金大道的银行网点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 盘龙区公安局的民警 马上对该地区进行了布控 就在这两名男子再次出现在 作案银行网点附近的时候 警方立即展开了抓捕 据警方介绍 他们通过飞车抢劫的方式 共作案八起 涉案金额高达20多万人 2015年3月22日晚 福建省张州闹市区一名女士 遭遇飞车抢夺 导致浑身多处擦伤 2015年3月24日 晚上9点30分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游城六路二巷 一名男子被两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 抢走停骨牌手机一步 夏季即春末秋初 人们着装比较单薄 清凉的着装 也让身上的首饰一目了然 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一可乘之计 那么针对此类飞车抢夺案件 人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像抢夺这一块 都是趁人不备 然后用很快的速度 实施了装案 但这一块主要是针对在路上行走的这些行人 或者说骑比较 速度比较慢的交通工具的这些人 是受害者的群体的主要代表 然后像我们这些群众走路的时候 第一个背包 一定要斜跨 或者说是走在路的靠边的位置 这样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他不容易选择这样的目标 因为难度大一些 第二个呢 夏天的晚上走路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必要的紧急性 有些群众一边走路 或者一边等公交车 还在一边玩手机 对旁边所发生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感觉 那就很容易被侵害 2015年8月18日下午5点 吉林省长春市一座写字楼 八楼的外墙上 有三名保洁人员 在进行强体清洁过程中 突遇暴雨 被困空中的铁斗中摇摇欲坠 长中三人的铁斗绳索一旦断裂 后果不堪设想 长春市公安消防支队的救援人员 首先将晃动的铁斗固定好 由一名消防队员下到铁斗中 将防有安全绳的腰带 系在被困人员腰间 随后八楼窗内的救援人员拉绳 将被困人员一个一个的就到楼内 在此平安365提醒各位工友 在高空作业时 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系好安全带 工作前必须仔细检查安全带 和绳索滑轮有无损坏 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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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